去吧 我唯一的一个救济球 最强甲鹤人蛙捕捉成功 哈喽这里是稍比赛 今天是1月27号 第一波宝可梦珠子最强甲鹤人蛙捕捉活动 今天开始到1月30号早上8点钟 不要忘记参加了 昨天晚上我视频也说了 用这个呆咳嗽 我早上一把就过了 第一次打就打赢了 抓过来是梦特星变幻自如 他的配招是垃圾射击 水炮冰冻光束 还有暗息要害 我的呆咳嗽是满血满特攻的努力之 配招还是昨晚说的那套 精神强烈辅助力量 铁臂轨迹没有变 轨迹技能机可以在 第二观测战的后山上面 可以直接捡到 在帕迪亚巨峰的第二观测战 最强甲鹤人蛙 他在太金蛙团体战的战斗时候 会自带一个影子分身 会提升他自己的闪避率 我们这边如果比较飞球的话 打到后面辅助力量打不动就很尴尬 我好像这把也是运气有点好 队友正好出了一个卡地狗可以威吓的 给他降了一下物攻 但他不仅有物攻技能 还有特攻技能 垃圾射击水炮冰光 所以我这个呆咳嗽的配招 其实还可以改改 但是我这已经过了 我就不改了 跟你们说一下 有几个技能可以考虑换了 就是这个精神强烈 可以给他换成偷懒 或者瞬间失忆这两个技能 偷懒是可以回复自己一半的血量 你有时候血不够了 你自己偷懒一下 血量加一下 完了这个瞬间失忆 也可以用上瞬间失忆 可以大幅提升自己的特防 打法的话 还是先三次铁壁 或者打几个瞬间失忆 之后再打三次的轨迹 把自己的能力都强化满 最后打辅助力量 然后输输就可以了 这里中间注意下 他这个甲克人 中间我这 他放了一个消除能力的这么一个动作 如果消完了 你就得重新叠你自己的能力 才重新再打一遍你的轨迹那些技能 战斗中途血量变少了 一定要记得用拉拉治疗 一共三次使用机会不要浪费了 我这个打到会面还血还挺残的 所以你可以带一个偷懒去加下去也是可以的 变完三次铁壁或者瞬间失忆 还有三次轨迹之后 完了我们使用辅助力量 辅助力量打他会出现这么一种 有可能这种情况 因为他这个影子分身放了好几遍 没有击中 所以我们这边带道具 可以带一种那种提升自己命中率的道具 来稍微的补充一下自己飞球的这个脸 在电席道馆的亮光式的信神脚包包商店 我们这里上面可以买到广角镜还有对焦镜 广角镜我们的命中率会变成1.1倍 而对焦镜的话是在自己后出手的时候 命中率变成1.2倍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对焦镜 对焦镜可以去准备一个 因为我们呆可兽肯定是要比甲鹤人挖要慢的 好最后我们就可以单机的把这个甲鹤人挖给过了 第一波活动是到1月30号早上8点 第二波活动是2月10号到2月13号 大家注意一下 拜拜